当中十方诸佛乃至于整个十方的众生 都赞叹观世音菩萨叫做师无畏 因为他能够善巧的以尊荣 善巧以咒语来布施一切众生 实力众生厌一部位 大概我们在修他利法门 以我们目前来说就是慈敏跟慈奏 当然显教的汉传的佛教比较重视慈敏 秘教的比较重视慈奏 那么这个其实名号跟咒语都是佛菩萨的秘密语言 都是一个功德法句 我讲一个慈大悲咒的功德感应给大家做参考 这个图示台中联社的感应录 他说在这个大概十五年前 在台东有一个台中联社的联友叫普爱姑 普遍的普爱是爱心的爱 这个普爱姑 这个君士他是经常参加台中联社的功修 那么他有一个媳妇 是台东人 是很喜欢做事情的 体力很好 怀孕了以后 怀孕了一个男重的小孩 那么这个人是很有责任感 他想说我怀孕 快要生残 还赶快把一些该做的事情做完 不到时候一分完的时候就没有时间做事了 不能做事了 所以他就把这个房间砸走得很干净 外面的亭业也都把它扫干净 结果因为动得太厉害就动得太气了 动得太气以后 他突然间觉得这个小孩子怎么 怀胎八九个月了 都没有动静 一般小孩子他怀胎的时候 他的手会震动 脚会踢来踢去 会有一些生命性的活动 那突然间 他那天觉得好像工作完了以后 这小孩子没动静了 他觉得很奇怪 后来就不管他 三天当中 过了三天还是都没有动静 他就觉得 是不是有问题 就跑到医院去检查 结果这个检查的结果 医生说你这个胎儿已经死掉了 完全没有动静 你现在 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它 开刀把它拿出来 那么这个普外雇的媳妇想说 哎呦这件事非常严重 那么他那个时候很伤心的 但是又不舍啊 也不忍心马上把它拿出来 就把它放着 又过了四天到第七天的时候 还是没有动静 这个时候他就跟他的 这个时候他知道隐瞒不住了 就跟他的 这个这个普外姑啊 就报告这件事情 那么这个普外姑啊 他又为了证实这件事 又把这个媳妇带到 大医院去检查 检查的结果 跟前面完全一样 就这个小孩子已经死掉了 没有生命现象 七天都没有动静 要赶快拿出来 活着会有生命危险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普外姑 他也就观世音菩萨有信心 他就带着这个媳妇啊 就趁点观世音菩萨的圣后 然后就放一杯水 在佛前 吃大杯做 他里面也没说念几遍 就一直念一直念 念到整个一段时间以后啊 他就叫他媳妇 把这个水喝下去 喝下去以后 就没事就去睡觉了 到第二天早上 他这个媳妇一醒来的时候 突然间小孩子又太动了 又要什么动了 他一去检查 小孩子的生命现象又出现了 果然没多久 这个小孩子就顺利生出来 他这个咒语就是这种力量 说是众生被困恶 无量苦逼生 观音妙之力 能救世间苦 他那个观世音菩萨 就是说啊 观世音菩萨的加实力 当然他那个 无量节的激功累的是有加实力 但是这个加实力要放在哪里呢 放在他的尊荣 放在他的名号 放在他的咒语 就是说我们必须要 佛菩萨必须要把他的功德 跟众生当中做一个桥梁 让他跟这个 极众生心头大绝海 又有一个桥梁出来 那么这个咒语也是一种桥梁 当然我们显教喜欢简单啊 慈弥也是可以 你欢喜慈大悲咒 喜欢念佛 喜欢念他的名号都可以 破障 所以你读读英光大师文操啊 英光大师对慈 观世音菩萨的身后 念大悲咒是非常强调 我们都知道老人家是修一行三昧的 除了念佛以外 他什么都不修 但是他一再强调 末法众生 业障深重 要兼念观世音菩萨 兼念大悲咒 他的目的就是破障 破除这一些的 鬼神障啊 业障 暴障 各式各样的障碍 那么这个就是观世音菩萨呢 他先说咒语的目的啊 就是能够成就我们的无所谓 就是因为他有这种咒语的显现 所以人家赞叹他是十五位的菩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